欢迎回到台湾百味 接下来要带您到基隆暖暖吃美食 老板林盛浩大学读的是电机工程 求学的时候在餐厅打工的经验 开启了他对食物的新世界 也一头栽进了餐饮业 因为用料大方 让他的餐厅瞬间爆红 却因为无法兼顾到工作跟家庭而顶让 在沉浅了几年之后 因为对于料理没有办法忘情 所以又决定带着家人再暖暖重新出发 而他店里料好实在又新鲜的美食 还有自制的烟熏培根以及鲑鱼 都成功牢牢抓住客人的胃 在基隆暖暖暖的一处巷弄内 有一家木质装潢风格温馨的小餐馆 无处不透露着家的温馨感 这家店是由老板兼主厨的林盛浩 跟太太林一文一起经营的 原本就读电机系的他 却在一个契机下 一头栽进餐饮业 第一次接触到餐饮业 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在台中念大学 然后去餐厅打工 为了赚了生活费 然后接触到餐厅的工作 发现他跟人的距离很近 所以你可以立即地感受到 客人对于餐点好坏地立即地回馈 所以我发现其实这样还蛮好玩的 然后我越做越久 做了一年多之后 我就爱上这一份工作 所以也选择在退伍后 把餐饮业当成自己未来的行业 林老板的启蒙料理是意大利菜 他从当时的老板身上 学到不少艺式经典料理的烹饪技巧 而他也将好手艺延续到 现在并不断精进 更将料理放进自家菜单中 像是这道义式绞肉甜鲜菇 就是非常经典的意大利家乡菜 有些菜是选用比较经典的老菜 像有一道菜是义式甜菇 它是在意大利很当地非常家乡菜的一道菜 就当地人他会把香菇或者是青椒 或者是洋葱栽一些甜料进去 大学餐厅那个老板在意大利待过好一阵子 所以他的菜以现在来看都还蛮经典的 所以这道菜就是从那时候一直沿用到现在 老板选用台中新社的香菇 新鲜多汁 香气足 意式香料将猪绞肉腌制入味 接着将绞肉塞进香菇中 先煎再烤就能上桌 一口咬下香菇新鲜多汁 绞肉带点黑胡椒的微辣 以及香料的咸香 小小一朵香菇带来大大的满足 老板借由不断研究改良 最终打造属于自己的义式绞肉甜鲜菇 一道道精美料理出自于林老板的用心 他毕业于电机系 原本父亲希望子承父业 却没想到他选择餐饮业 为此父子关系降到冰点 就连当初开店的资金 都是跟岳父借来的 索性老板不服输 持续用他的手艺 收服父亲的胃得到认同 他还蛮喜欢店里面的东西 所以像我们今年年夜饭也是在店里办 就是用这个空间 然后用我的手艺来办我们家人的捏捏饭 虽然被他认同了 老板的好手艺被父亲认可 他大方的用料也让餐厅爆红 来客树络绎不绝 却也面临工作跟家庭无法兼顾的情况 加上老板觉得自身技术停滞不前 在菜色上逐渐少了一些味蕾的冲击 决定回到社会上进修 忍痛顶让 从创立到努力地把它扶植起来 其实就很像我的第二个小朋友的感觉 看他爬 看他走 到他很稳定地自己可以运转 只是我觉得 如果我再继续背着这间店 自己也不会成长太多 所以我走出那三门之后 就没有再回头看了 太痛苦了 顶让餐厅后 老板经过四年的历练 最终还是想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因此选择在家附近重新开始 以家为出发点 打造舒适惬意的用餐空间 老板更建造了一个烟熏窑 自行烟熏培根等食材 培根采用热熏 另一道烟熏鲑鱼卷呢 则是以冷熏的方式 这道烟熏鲑鱼卷 选用生鱼片等级的鲑鱼 利用薄盐腌制后 再用龙眼木烟熏 使腌制好的鲑鱼 染上淡淡的天然烟熏木头香气 熏鲑鱼卷口感软嫩 里面的洋葱经过腌制 味道温和不呛辣 增加其层次 接下来的培根淡奶面 不仅是意大利料理中的经典菜色 里面的培根也是厨子老板之手 从腌制 烟熏都是亲手制作 前前后后花了六年时间 成功研究出手工的龙眼木 烟熏培根 经过几个小时的热熏 替培根添上一层烟熏味 培根先煎过 然后再炒一些蔬菜 然后最后奶油酱 高汤 然后意大利面浓缩 收汁完之后 最后会放一颗蛋黄 让面的营养价值更高 轻轻化开蛋黄 蛋液缓缓流下 裹上蛋液外衣的意大利面 吃起来更加香醇可口 Q弹有咬劲 培根则是充满迷人的烟熏风味 丝毫不死咸 两者形成绝妙搭配 简单的食材 却能做出最不平凡的美味 它就是用蛋黄 然后搅拌在那个白酱的面条里面 然后就多了一个蛋黄的那个香味 这样子 其实是蛮好吃的 老板回到基隆开店后 发现当地的海产富饶且新鲜 决定加以利用在地食材 这一道墨鱼顿饭也不例外 因着基隆靠海的地利之便 餐厅中所有的海鲜料理保证新鲜 后来回到基隆才有机会接触海鲜 让我感动的是基隆的海鲜 为顿饭我们都是用基隆的套鱼 整只四十公分以上的套鱼 来做这道料理 翅膀身体虚虚全部都切成丁 炒进去顿饭里面 我们慢慢的收汁收到差不多了之后 再开始煎套鱼 那套鱼煎完 最后还是要进烤箱 做最后的烤酥抢箱的动作 墨鱼顿饭一上桌 卷成王冠形状的透抽相当吸睛 光视觉就是一大享受 吃一口顿饭 浓郁的海味在嘴中逐渐蔓延 炖饭中还有切碎透抽丁跟蛤蜊等海鲜 增加了口感和风味 再搭配新鲜的香煎透抽 鲜甜弹牙 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香味和滋味 老板历经小儿创业的种种艰辛 中间曾突如其来的意外被迫搬迁 后来又自觉不足而顶让 直到再度创业 各种辛苦除了老板之道外 感受最深的还有他的太太 老板的几次创业 太太一直陪在身边 成为他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常常东西做入于做到一半 我就必须丢着 因为我要先回家陪小孩休息这样 对 然后剩下的所有收拾的工作 就是都留给他 他还要继续留下来备料 常常回到家都是凌晨两三点的事情 那如果在遇上要采买鱼货的时候 它常常都是天亮 才有办法少闻一下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块是真的还蛮辛苦的 看见老板的坚持跟辛苦 太太默默地支持陪伴 两人一起努力端出最棒的料理 满足客人的胃 而餐厅除了海鲜料理之外 也提供肉类餐点 再到BBQ松板猪沙拉 猪肉刷上自制烤肉酱 先煎再烤散发迷人香气 酱香肉Q弹 生菜则有清脆的罗曼叶 还加了番茄 小黄瓜 凉薯 花椰菜等多种食材 最后再加上自制的大蒜芥末纸酱 组成多层次的沙拉 丰富的内容物 甚至可以当作一份主餐食用 它的手满足它就是 吃起来有点不会太柴 然后就有点汁 然后它的生菜又脆脆的 所以它整体就是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每次来都一定要点 必点 店面隐身巷弄中 静密而舒适 以家为出发点 打造慵懒轻松的环境 让用餐客人来到这里 也像在家一样放松自在 相互寒暄 在这里以料理交织 人与人的情感 也成为老板一家人的 一方天地 南部的小孩真的很刻骨耐老 大部分都是屏东在地小孩 我就是希望把我以前所学的 然后带给他们 让他们比较少看到的东西 让他们学的比较多一点 偿 duck 请不吝点赞